大家好,我是雪梁,我现在所称是Basso 2018年的现场 那瑞士维士的Enox呢,它可以算是瑞士它的品牌这几年的最重要的主力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非常阳刚霸气的表圈 但是搭配着它的夜光的石标跟指针 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机能感 可是在细节上呢,我觉得今年其实即使是在一些比较稍微正装的场合也还蛮适合的 那今年有三种款式,不同的面盘 那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它链带上面有一个全新的表现 我们稍微两款稍微看一下 那首先呢,蓝色的这一款它还不是最后的这个面盘的样式 它最后的颜色应该会比较像右边这一款 比较亮蓝色的感觉 那这一款是一个sample 好,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面盘上面的格纹呢 其实延伸到它表带的设计 这个表带之所以非常特别在于说呢 它内侧的部分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小牛皮 但是呢,在这个上层的部分呢 则是利用很特别,是木头材质的一种技术 那总场人员是说呢 这一项专利的技术呢,它目前是一个秘密 所以到底怎么制成呢 也许之后再逼问看看 但目前这个技术的确是一个秘密 OK,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在于它表圈的部分 它是采用了一个特殊的这个耐磨性的处理 让它的表圈的硬度呢 直逼这个所谓的DLC类钻碳 但是它依然保有这个不锈钢金属的光泽感 可是其实如果两个仔细去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说它的色调上有一点点落干的这个差异 那可能也是经过这个硬度处理的关系 好,那它这两款它搭载的都是这个ETA的2824机心 它虽然是在通用机器之中最可靠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部分应该在使用性上面是绝对没有问题 INOX的机械机芯的版本 那另外一款则是这个链带 你可以看到它的面盘呢 就是搭载了一个比较深灰色的一个对比 那另外它外围的刻度其实还蛮漂亮 好,它两款的价格呢 以这个木纹表带的这一款呢 它是29800 那另外链带的部分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34800 其实都还属于一个相当容易入手 好看又好买的一个款式 这今年瑞士为市推出的INOX这个全新的机械表